室内下大雨 水柱从天花板的灯孔 如瀑布般不断流下 就像是水龙头坏了一般的 大面积漏水 水柱持续喷洒 来不及宣泄也让地板上 开始积水甚至往外流 但这夸张的水联洞画面 竟然发生在北京冬奥的 选手村里面 芬兰选手呂林佩雷拍下 这一段影片上传在自己的 社群媒体上还写上help 却被北京要求删文下架 连网友都忍不住吐槽 芬兰选手村水管破裂 被拍下po上网 当局却要求对方删除发文 用自己这套管人家管得着吗 村内24小时直属的工作人员 在村里面集中住宿 其他的人员住在村外的 三个定点酒店 通过搬车往返于酒店 于冬奥村之间 他们是点对点 不与外界接触 北京冬奥选手村 执行严格防疫措施 采闭环模式分流 但硬提的设施维护 可能得再加强人员管理